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transaction变更的话 大家会看到这个流程里面每一个UTXO解锁的路径它必须是连续的 就是Color Coins它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没有节点的概念 就如果你要去使用Color Coins 只有你的wallet 你的wallet要做什么事情呢 每当它接受到一个UTXO input 它都会检查里面的Color的output的有效性 一直找到最早的初始的发行token的OP return 它会一直检测中间所有路径上的染色的output 如果中间有一个是失效的它都不会有效 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 它其实在fungive token上面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我发现一个token如果说它的总量是1万 但是我们的主要色的satoshi是2000 那从satoshi的最大分割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就按照理论上就烟雾是574对吧 那但是防dust是574 它最后就是切4份 但是你的fungive token肯定是不止切4份的 所以说Color Coins后面的验证还有它的使用带来极大的困难 而且你的钱包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然后就是涉及到第二个后面去演进的鞋叫Ominator 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 也最早进行ICO的货币叫MaskCoin 它的区别在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Color Coins 它是对所有的UTXO进行着色 那Ominator呢它是把所有的transaction给发布到了Bitcoin上 它利用相对低A层 它把自己所有的交互的操作发到了Bitcoin的一个output上 当然同样是基于OPReturn来做的 这个就跟今天其实我们是在看到的 像BRC20Ordino这种协议是一模一样的 它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Ominator它会有非常多的节点 然后它这些节点之间都会维护自己的链杂数据库 大家可以看到图里面有OnChin和OvChin两个层面 OvChin其实你可以理解今天像Odino协议的Indexer 它会去链下存储一个类似AccountDB 就是每个人像账户模型的一个Balance余额 但Ominator它其实是非常多个节点来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你不信任官方它去给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余额的数字的话 你可以自己跑一个Omin节点 来去做这个Balance的一个脚印 这是一个像ShipCoin上股时期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Token协议 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期 刚好就遇到了以太坊的这个ICO爆发 非常多人大家在来讨论 为什么以太坊可以有ICO的肉潮 但是并不能在Bcoin上的生态其实有 那Bcoin跟以太坊到底缺了什么 所以说这个阶段里面有人去思考的时候就提出我们要 在Bcoin上去设计自己的更好的方机和资产 然后这个 其实 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个 那其实就是 因为今天为了缩短蝙蝠 我们小一些这个技术定义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RGB protocol 就RGB的设计者他们认为 以太坊跟Bitcoin 相比的话 叫Bitcoin吹什么吹VM 非吹smart contract 那我们就可以在Bitcoin上去加入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RGB的Protocol怎么去做smart contract呢 那他那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status变更的数据 要用PattersonHash做一个seal 绑定在某一个OP return上 其实是OP return的first第一个 如果你去看规则的话 就每个UTXO的OP return第一个都会用来绑定这种RGB的seal 就是single-useal 什么简单去讲single-useal的话 其实就是 你把每一个区块链当成一个数据库 然后这个数据库里面存了一个东西 存了一个seal 这个seal它只有解封或者没有解封两种状态 所以意思代表什么呢 说任意的数据区块链系统 它都可以被用来做single-useal 也就是说任意的区块链系统都可以被当成这个存储数据库 存储seal的数据库 然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PoloCode它还是会有问题 就是你依赖的是你的base layer的一个出块速度 对吧 像base layer的出块速度 像Bitcoin 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协议用的都是Bitcoin Bitcoin的出块速度是10分钟 那即便你是作为一个client side of addition的一个PoloCode来说 你发布的这个交易 你用的是类似于相当于一个概念 像类似于使用的Bitcoin的DA 它发布的跟确认的速度时间也太慢了 所以说你的交易确认时间也会很慢 所以说它的scaling也会去依赖到闪电网络 或者说sidechain 其实本质原因是一个是为了解决安全性 还有更多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出块的速度 或者说链下更新的频率 然后跟RGB相不同 就是Type Pro的眼镜之后呢 就是Type Pro Assets 怎么去说呢 就在RGB其实诞生的时间已经非常早了 它的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PSBT 我们甚至还没有Type Pro的升级 所以说RGB的它的 其实跟今天Type Pro的升级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了最大化去利用Type Pro的升级之后的能力 就是大家可以去简单列Type Pro的事情 你确实把资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 不仅如此 你可以把原始的Type Script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给编程到你的这个Mocker树里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相当于是又有了去Unlock资产的Script 又有了资产原始本的Meta Data 这样的结构你会觉得 会不会有点像当下的 流行的以太坊的Smart 的Token的Smart Contrary 比如R420这样的 而更重要的是 它这样的设计跟RGB更大不同 就是它用的是一个Mocker 西书Mocker Thumbtree 它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是可以去实现清洁点验证 就是在之前像你去使用OMIN那样 去使用ColorCoin 去使用RGB 你需要去在Wallet里面去 反复去验证所有的历史数据 所有的历史数据去去 去TRACK ONCE的DATA和OCE的Transaction 这样的方式你才能去教验自己的 Input是否有效 但是在Type Assets 因为是西书Mocker 西书Mocker Thumbtree 你可以非常好 以简单的实践 然后呢 因为这是Type Assets的设计方式 Lighting Labs Lighting Labs 是市场份额 在闪电网络的市场份额 在90%以上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了跟Type 2的Channel的一个亲和性 所以在Type 2的Channel 最近的那个Aggosive Channel的升级之后 Type Assets会很容易进入到现在当下的 Type 2 Lightning Channel的一个流动中 这样子的话 Type Assets算是一个最新的一个 Bitcoin技术的一个运用的一个代表吧 然后 基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 刚才我们讨论的 不管是RGB 还是Type Assets 他们跟Ominer 还有ColorCoin 最大区别就是 他们增加Client Validation Client Validation的一个能力 Client Validation的话 最大的特点它是OffChain 跟以上我们可以举例的是 OPZGP 像 或者说BitVM的形式来相比的话 它的验证 也不必发生在链上 可以在最终的时候 把状态给去到链上 所以说它的 扩容的潜力 理论上是一个最大的 如果像 像 如果说OPZGP 像 我知道一些团在做OP的 Generative Growth 416的一些Wirefire 但这一类呢 你如果说 你把它推进到Bitcoin的代码里面 几乎是 不太可能的 怎么说呢 因为 在Bitcoin生态 你去推进一个Wirefire 跟 以太坊不一样 以太坊我们更新个Wirefire 我们发一个新的合约部署 就可以了 但Bitcoin的话 我们每一次的Wirefire更新 我们都要去做一次 类似于是 推动一次软分叉一样的难度 所以说基础上不可能 还有就是说BitVM 这个今天大家已经聊了很多了 但是呢 其实你可以去理解 它就是一个乐观的证明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太多去追溯 但是它的思想呢 为什么就说它是半链上 因为既然是乐观的挑战 是我们假设的最好的预期 就是挑战它不要发生在链上 尽量的是说 它就 大家信任这个结果就行的 好 就是今天 就是我对整个资产 从Countercoin 到Type Assets 还有Colent Vice Edition 到底是在怎么做 还有Lightning的一个资产 Type Assets的一个分享介绍 好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如果你怎么做 我们就用点击 了解 了解 谢谢大家 我们有点好 你怎么做 这个 有点好